在春秋时期 两军交战 那可是刀刀刀刀刀的不停啊 那是先要互交战书 然后就是 宁仙打 不不不不 还是宁仙打 宁仙 还是宁仙 那时打个仗是相当的有仪式感 老礼貌了 如果开打之前 碰上对方家里死了人 那这个仗就别打了 公元前485年 吴王夫差去打齐国的时候 正赶上齐国的君主 齐道公被自己人给杀了 这下吴王夫差仗也不打了 对着敌营一连哭了三天 这事闹的 早知道就不来了 这不带回事吗 就算是开战了 那也是万万不能下死手的 如果敌人受伤了 大哥 疼 不不不 不好意思 手滑手滑 去你的 那就得把受伤的人放回去治疗 坚决不能再补刀 你好好养伤 记得回来 把刀还我 在战场上 遇到头发花白的老人 那是坚决不能抓回去当俘虏的 得送他回去养老 你大爷 你怎么还骂人呢 不不不大爷 我扶您过马路 以后别再上战场了 刀剑无眼呢 嗯 我去 他大爷的 公元前597年 晋国和楚国打起来 晋军惨败 疯狂逃命 逃着逃着 一辆战车掉坑里了 这下可打扮 正在追击的楚国士兵 立马上前一看 来吧 上手帮忙吧 一顿猛如虎的操作 把晋军的车修好了 车修好之后 晋军接着跑 楚军接着追 跑着跑着 晋军的车又坏了 楚军又去帮忙修车 车修好之后 倒倒倒 走吧 晋军又跑了 楚军接着追 来追我呀 追我呀 哈哈哈哈 如果不巧在战场上 遇到了敌国的国君 想来一波情贼 先情王 回去领赏 那你是想多了 公元前575年 晋国和楚国又打起来了 打着打着 晋国大夫 晋智遇到了楚国国君 楚军王 晋智立马下车 小步快走 表示恭敬 刚走过去没多久 又遇到了 来来回回 遇到了三次 现在打个仗 都这么细节了吗 这给楚军王整的 这么礼貌 搞得我还不好意思了 于是 楚军王还派人去敌军中 看望晋智 我们大王担心灵受伤了 特意派我来慰问一下 请转告大王 小臣身体好的呢 正准备去跟你们拼命呢 哈哈哈哈 晋智大人 你可真幽默 幽默吗 有时候这太有礼貌了吧 也不是什么好事 公元前638年 楚国渡河攻打宋国 这河还没渡完 宋军已经在岸上 摆好了阵型 这时 宋国大司马子虞 在旁边着急的说道 楚军人多 咱们人少 趁他们还没渡完河 赶紧揍他们呢 可宋相公一点不急 不行 要懂礼貌 要有仪式感 等楚军渡完河 正在摆阵型的时候 大司马子虞又急了 趁楚军阵型还没摆好 揍他们呢 不行 要懂礼貌 要有仪式感 等楚军摆好阵型 两军正式开打 结果宋军全军覆没 宋相公的大腿还受了伤 这仗可以摆 但礼节不能施 哎 转连 宋相公就因伤势过重 咋了 直到春秋末年 有个叫孙武的人受不了了 总结经验 写了一本旷世奇书 孙子兵法 呸 兵者 鬼道也 谁也别装了 大家都卷起来吧 啊 于是春秋时的140多国家 卷到战国初期 就只剩20多个了 哦